由于连长暴雨 令到加拿大西部的公河 以及走河的河水冲破提案 二十多个社区严重水浸 学校关闭 当局出动了1,200名军人 协助灾民疏散 其中公河的水位 比正常高出至少9米 当局为了安全考虑 市中心的居民也被疏散 在高河镇 除了一部分的居民被困车内 还有居民要爬上屋顶被烂 还有街道变成汪洋 掩抹街上的车辆 另外高木河河水暴涨 一名男子在蛙船的时候 跌落河内失踪 另外一名女子被洪水冲走 卡加利市长蓝斯 已经紧急呼吁居民 撤离家园几日 警方就拿着喇叭 逐家逐户呼吁居民疏散 市内多个地区停电 当地的官员表示 预计要到下个星期中 才会恢复全城的电力供应 市内多条公路和桥梁都关闭 交通贪婚 消防员亦都协助灾区搜救 救出被困的居民 消防员亦都协助灭 瘍洪水冲 神灵 下